登交楼亚裔不跌 山洪事故夺走八人性命 至今还有两人下落不明 登州看守州务大臣 纳路斯里阿莫三苏里认为 不能因为其中一名罹难者 是挖掘机师傅 就把这起事故和非法伐木挂钩 他希望各方耐心等候调查进展 不要胡乱揣测 阿莫三苏里今天在 刮拉登加楼出席活动后 简短回应这起事故的进展 干麻丸景区主任韩岩早前透露 39岁的一家之主卡林·阿多拉 曾经在出事的森林 从事挖掘机司机 所以熟悉有关地段的路线 随着搜救工作进入第五天 消证局还在干榜西伯浪达右一带 搜寻两名失踪者的下落 巡邮 地区 里面 二位 � 酷